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你很忙吗 很忙很好吗 这是本周的Podcast的主题 日前初刊的三月号呢 哈佛商业评论的封面故事呢 有一个密封窝 旁边围绕着一群密封 嗡嗡嗡的 那我们的标题叫忙碌 其实是一个流行病 我们点出一个重点 就是忙碌被现代的社会认为是很好的 代表你很有价值 很被需要 在公司一定是很受重用 所以你才会忙得昏天暗地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各位 很忙不代表很好 很忙不代表效率就很高 那么在分享了好几篇 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之后呢 今天又有新的文章要分享 那么今天呢 我特别挑的是 哈佛商业评论本土专栏作家的文章 那这一位呢 专栏作家其实呢 也是我们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委员 他曾经在这个台积电担任过人资长 我发现他担任台积电人资长的时间呢 其实并没有很长 大约了五年的时间 可是呢 这一段经历 大家都朗朗上口 都很记得 那这就是代表说 其实有些事情也不一定要做得很久 你做得很好 创立了一些创新的典范 大家都会永远记得 这也呼应了本周的主题嘛 你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过度工作 而是你达到它的效果 其实是更重要的 那这位作家的名字呢 就是李瑞华 那我想各位听众 应该很多人对他是蛮熟悉的 那他后来离开了 这个企业界服务之后 就转任这个教育界 所以在很多的学校都有任教 比如说政大商学院 那我也预告一下 明天的人物面对面呢 我们就邀请李瑞华呢 李教授呢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跟各位分享 很忙很好吗 就当妈的哈佛的工商时间 哈佛商学院成功人士 毕竟的500堂个案修炼 现在台湾就能体验 决策者每天数十到数百资讯不足的决定 HBR为此导入台湾企业 情境沉浸式的个案 提高您的决策胜率 50个以上跨产业领导者齐聚 强化您的决策思维 第八期领导者学程 齐位倒数中 早鸟还想七五折优惠哦 现在就到说明栏点击报名 成为成功领导者的一员 好那么我接下来分享 李瑞华李教授的这一篇文章 这一篇专栏的文章 第一篇我今天一共要分享 他两篇都在谈类似的概念 那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篇呢 叫做忙忙忙 文章的标题就要忙忙忙 三个忙但是发音一样 各位用听的发音是一样的 跟字呢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忙是就是很忙的忙 很忙碌的忙 第二个忙呢就是很盲目 不知道在干嘛 那种盲目的忙 那么第三个忙呢就是很茫然 就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感到很茫然 所以第三个忙是茫然的忙 那我接下来呢先念他文章 第一段的文字 我觉得我直接用念的 各位应该有所感 他是这样写的就是 很多人呢都看过蜜蜂或苍蝇 在玻璃窗内努力往外飞 他没有意识到呢 这是隔了一层玻璃 所以呢就不断的碰壁 还不断的一直的努力 他很忙 指这是蜜蜂啦或苍蝇 但是那是盲目的忙 而且一定很茫然 茫然什么呢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呢 明明就在眼前 但是我这么努力 怎么就到不了呢 因为他一直撞壁嘛 就我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就无法到达他的地方 其实人也是这样啊 很多我们的主观的想法或认知呢 跟客观的现实之间呢 就隔着类似透明玻璃的障碍 但是我们视而不见 我们按照自己自以为是的认知 努力拼搏 最后呢 筋疲力尽却一事无成 是不是很像那个蜜蜂或苍蝇 就是努力在撞壁 你也不知道你撞到墙壁了 你还一直要往前 一直努力要往前 但是就飞不过去嘛 那么人也会这样 一个人会这样 一群人也会这样 就是一个组织也会这样 就是大家一直在重复 没有意义 而没有结果的努力 所以呢 文章接着写说 大家都在忙 忙碌的忙 其实呢 是盲目的忙 久了呢 就变成盲软的忙 这种无意义的忙忙忙 对个人很可怕 对组织呢 更是可怕 尤其是在老大僵化的组织中 非常常见 就是障碍呢 其实就像透明玻璃一样 是有形的客观存在 但是我们呢 主观的认知呢 是看不见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 无意义的浪费的忙碌 那么我觉得 李瑞华李教授 写的这个观点呢 我真的还蛮认同 就是我们常看不到 眼前的障碍 然后就认为说 努力往前冲就对 但是有时候 你就是方向就错误嘛 那他这边文章 还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我们华人呢 尤其我们华人 又从从小 从古代来的教育 就是勤劳是美德嘛 天道酬勤嘛 我们以前都念过这个嘛 天道酬勤 就是你要勤能补着嘛 所以我们都认为 忙碌 勤奋是对的 所以更让我们觉得说 反正呢 不管目标对不对 不管方向对不对 我们就是忙忙忙 我们要很忙给别人看 才代表我们是很有价值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企业文化 也就是会去奖励那些很忙碌的人 而没有去研究说 他到底有没有忙对方向 那就会误导 误导整个组织的方向 那么这篇文章呢 也引用爱因斯坦的 这个一句话 说什么叫疯子 疯子就是同样做重复的事情 一直做下去 却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 这怎么可能呢 比如说那只蜜蜂 或那只苍蝇 他要穿过那个玻璃 他要撞过那个玻璃 怎么可能呢 所以呢 个人也好 组织也好 其实如果你一直重复 努力做同样的事情 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你就要停下来思考 要设法呢 找局外人来帮你嘛 或者是有别的想法 你才有办法突破 或绕道啊 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做啊 或者是重新界定的目标嘛 所以你一直忙 忙着做 执着于做一个目标 是错误的事情 方向是错误的事情 事实上你还比不忙 更糟糕 因为你忙错了事嘛 那到最后就会一事无成 那这篇文章 我觉得我个人看 虽然很短 真的蛮有收获 他又引用了爱因斯坦的 另外一句名言啊 就是如果我只有一个小时 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我会花55分钟去确认问题 也就是你要先发现 问题在哪里 你的问题意思是什么 然后你才能够确定你的目标嘛 然后你才根据你的目标 去找方向嘛 找这个路径嘛 找解决的办法嘛 不然你若设定 问题意思是错误的话 那你就真的就是瞎忙 忙到最后就不知道在干嘛 就变茫然 盲目茫然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 是我们本土作家写的 我们本土教授写的 也非常非常有参考价值 那延续这个忙忙忙 这篇文章之后呢 其实我也找了李瑞华 李老师另外一篇文章 他也在之前呢 写过一篇专栏 叫AI时代人才巧 巧妙的巧 比琴更重要 巧比琴更重要 那他就回顾啊 他在去台积电之前呢 事实上是在一些 很知名的外商服务 那都当到亚洲区的主管 那他回想说三十几年前 他还在外商公司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外商呢 就很流行一句话 当然现在也一样了 叫work smart 就是要聪明工作 巧工作 比work hard 勤工作更重要 所以呢 我们是华人嘛 我们是亚洲人嘛 所以我们比起西方来呢 我们都从小就信奉 勤奋 是很重要的价值 那所以呢 他在外商工作嘛 所以亚洲的主管呢 就会跟他说 很棒 你这么努力 很棒 但是老外的主管 就西方的主管 就反而 我常常提醒他说 啊你要relax啊 不要工作这么累 巧比勤更重要 也就是说 亚洲的主管会告诉他 努力很重要 勤奋很重要 但是西方的主管会告诉他 work smart 比work hard 更重要 所以他一开始以为 说这是东西文化的不同 那我们华人呢 我们亚洲人 还是信奉勤奋 就可以追求美好的生活 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体会到 其实勤奋工作 不就是为了要美好生活吗 但是我们如果过度工作了 结果呢 我们就没有达到 我们的生活平衡 我们就没有美好生活可言嘛 那这篇文章呢 巧比勤更重要呢 其实也对巧下了一个定义啦 我们不要误会说 西方人说你要work smart 所以呢 你就偷工时啊 就翘班啊 事实上事情没有做好 就告诉别人说 我work smart啊 我不用work hard啊 事实上事情都没做完 我们的前提啊 是你的事情是有做完 有做好 那绩效是好的 这个前提之下呢 work smart 那这里呢 这个李瑞华老师 给巧下定义就是 你擅长找对方向 就延续上一篇文章谈的 你要先找到问题嘛 找到方向嘛 所以你要找对方向 你就不会瞎忙 盲目的忙 茫然的忙 那擅长的拿捏 你要做什么 以及不做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要掌握重点嘛 你做一百样事情 不如做五样对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还来得有意义嘛 所以你就不用花时间 在一百样 瞎忙的事情 而是花重点 在五样到十样 最重要的事情嘛 还有第三点 西方人很会用 对的方法 跟对的工具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嘛 很多的软硬体的一些 设施设备 或者是软体硬体的协助 找对工具 然后用对SOP 用对方法 再来就找到对的人 来做对的事情 所以巧有很多的 combination 有很多的要件 你要有方法 有好的人 有好的目标 有好的工具 有好的SOP 那你这样子呢 做得巧 不只是说 不是代表说 你就偷懒 你就偷工事 而是你找对方法 各种不同的方法 构命 你都要兼顾 那用你的知识 用你的经验 用你的智慧呢 去把事情做好 达到最高效益 那你就不用 一直很强调 起 别人工作八小时 你一定要用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去补别人的八小时 那可能就是 你没有用对方法 你的十二个小时 还比不上 人家的八小时的效果 所以这一篇文章 也是给我们 很好的提醒 我们有没有找对方法 找对工具 找对人 做对事情 这才是关键 而不是你花了多少时间 在做事情 所以这一篇文章 还是给我们 非常好的提醒 我相信各位听众 跟我一样 都希望花最少时间 达到最高的效益 所以我们不要盲目 如果我们真的是过劳的话 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 我们是不是忙忙忙了 我们是不是有做对事情呢 这真的是很好提醒 那明天呢 我们就真的邀请 李瑞华李教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人物面对面 邀请各位听众 再回来 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哈帕听友的支持 请听哈佛管理学 凭着对管理知识传播的热情 现在已经制作超过400集的节目了 我们收到许多听友的回馈 我们的节目呢 陪伴他们厘清 直癌上许多大大小小的难题 让他们受益良多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如果你也有这种动物时刻 如果你欣赏我们的内容 请赞助我们产出更优质的节目 让哈帕跟你长相左右 持续探索管理的新知 请到资讯栏 点击赞助连结 Domate我们 让哈帕陪伴你 走过人生 直癌的关键时刻 赞助的听友们 也请留下你的姓名 联络信箱跟电话 让我们有机会 未来回馈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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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